太隆重了吧 太过艳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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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楼下了 等你 快快快快 行 就烫了 还是这样舒服 你 你 你先说 想吃什么呀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了 心跳 触碰法则 利用恰当的肌肤接触 点到为止 过犹不及 说不定顾佳心胶的招 真能对许宁愿有用呢 触碰哪儿啊 哪儿是开关啊 手 头 脸 脸 干吗 活动 活动 蠢死了 坐 谢谢 怎么样 环境还不错吧 很好啊 这还挺安静的 难得我们两个人吃顿饭 还是安静一些比较好 许总 你好 我是赵江月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想到以前的你了 那时候太小了 什么都不懂 虽然冒冒失失了 但是 有骨子冲进去 我看人很准的 你现在就掌控全局了 人都要成长嘛 喝点什么 都行 你来看看 利用恰当的肌肤接触 这招 对男人尤其有效 你好 请问可以点擦了吗 不好意思 为什么顾佳欣做起来那么容易 我怎么那么难啊 菜单是有点太重 要不先吃点东西 好 顾佳欣说的到底靠不靠谱啊 算了 眼砸了也不尴尬 我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 我活动一下手臂 经常这个间接性经完 你找时间得去医院看看啊 没事儿 对 你要不要我帮你签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就行 可以吗 可以 故意去身体接触 我就说太刻意了 我们有三年没见了 对吧 三年半了吧 这么久了 这么久了 你最近怎么样啊 怎么突然回来了 工作上面有调整 回来也看看父母 挺好 嗯 在他发问之前 保持神秘 他如果比我还沉得住气呢 那就等到他沉不住气 嗯 我之前听说 你打算在三个月时间内脱单 是吗 有什么进展吗 他一旦忍不住发问 就开启你的谈话 哦 已经在规划了 那就是有目标了 但主持只有一个 只聊别的 不聊感情 让他摸不着头呢 嗯 正努力呢 有精明帮我 应该没问题 你认真这一点 倒是一直没变 怎么样了 我 有精神吗 没事儿 你先忙吧 哦 没事儿 我不忙 如果没有话题聊 特别尴尬 聊工作可以吗 行吧 至少聊工作你比较健谈 其实 金董之前把你们公司资料给我 他是非常重视这次合作的 我之前也没来得及 跟你介绍我们公司的新项目 嗯 听说了 很受年轻人喜欢 哦 对 我们做了一个婚恋社交平台 嗯 包括公司的线下红娘店 就上次的直播 还有请晶晶代言 都是为了给Love Note 做宣传造势 工作上的事儿 就留在公司说吧 我们今天是私人聚餐 不好意思啊 聊着聊着就聊到工作了 没事儿 我也经常这样 吃东西吧 嗯 好 啊 我会知道 那我没有救急的 我可以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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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吧 生活不是电影 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 有人说 既然遇见最后不可能的结局 那不如不要开始 这个说法我不同意 不是每段爱情 都一定要走进婚姻的 好好享受恋爱 才是最重要的 爱情中最妙的是什么 就是彼此试探心意的过程 有时候 一个不经意的肢体接触 却比你鼓足勇气 大叔说出我爱你 更撩人心弦 有句话说得好 你想和他恋爱 他也想和你恋爱 你们都知道 总有一天会恋爱 但不知道 你们会在哪一天恋爱 这就是最好的时光 爱情不是独角戏 祝你们都找到 愿意和自己演对手戏的人 欢迎讨订好活潜在一起 兄弟们的把救命之后 你也可以用